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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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哦 这样 嗯 那如果念的话就是念姐姐咒吗 对啊 姐姐咒啊 许愿呢 跟菩萨说 我今天开始我要断缘 我要像出家人一样 我不想有婚姻了 我知道这个婚姻对我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也知道我过去 在感情上有过这种缘分 我希望菩萨帮我削掉 我现在每天念多少遍 礼佛 先削掉我的感情上的缘分 那你要有决心的 听得懂了不了 嗯 听懂了师傅 一般要念多少遍礼佛 针对这个事 哎 至少五遍吧 哦 好的 谢谢师傅开始 哎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的 很多女孩子不想结婚的话 也不是一时冲动啊 到时候来了一个心中的人 好了 缘分来了 到时候又憋不住了 这样还不如现在 不跟菩萨求呢 对不对啊 那人家 所以现在很多事情真的要当心呢 现在真的 真的很乱呢 真的你想想看 现在连你一股和尚都要结婚 真的要命了 真的 那怎么办呢 你说 嗯 嗯 知道了师傅 嗯 嗯 师傅还有个问题是 想问问您 就是我们在选择终生活 但是又 没有办法预知 未来我们怎么样知道 自己做的某一个选择 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就是说是对自己 修行有帮助的 还是对自己修行 拖后腿的呢 很简单了 你现在因为 莫灵两可的 问我这个问题 我也只能跟你说北讲 比方说你去找一个工作 跟商业有关系的 那就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呀 对佛法来讲 是不是不如理不如法了 对不对啊 你找个工作是伤害别人的 那肯定不行了 对不对啊 嗯 老板骗人 你跟着他一起骗人 老板大骗子 你小骗子 就这么简单了 嗯 师傅 我现在就是有 就是很纠结着工作的事情 就现在工作就很忙 我以前工作很空的 有很多时间可以 用来红法修行 但现在 现在我们公司领导要把我 他要把我培养成一个 不能替代的角色 但我其实上 我只想做一个 可有可无的人 这样子 平时又能请得出嫁 又能多红法 嗯 但是我不知道 现在这么忙 是暂时的 还是会越来越陷越深 我很怕会走错路 师傅 嗯 首先要两点 跟领导关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明白了吗 你让他太喜欢你了吗 你就麻烦了呀 这还不懂啊 如果他特别系重你 肯定带有 因为他不是学佛人 他不会完全秉公的 他肯定带有一定的 啊 私心 他觉得你 他特别喜欢你 至少说用得很上手吧 啊 所以呢 这个感情要处理好 啊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嘛 你如果在单位里 啊 如果就算在忙 那你也得挤出时间来 红法来念经啊 这个还是有办法 因为如果你这个位置 比较 比较高的话 你还是能够 有很多空余时间的 你反而到下面 把你钉死了 你到时间出不出来 明白吧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 如果将这种的调动 如果带有一定的私心的话 可能对你今后将来 也不是一个很有利的事情 因为任何老板 老师对你特别好 啊 除非这个老板真的是学佛人 没有私心的 如果他有点私心的话 那你就很比较麻烦了 嗯 嗯 而且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能力 做到他们对我期待的那样的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大的 心思想画在工作上 而且到时候还要去管理 其他的人 而且又要 又可能会造口业什么的 我其实只想做一个 那你就要做好准备了 如果你要做好准备了 你要做好准备 如果你回断他的话 你这个公司就待不住了 你要另外找工作了 听得懂吗 师傅你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啊 我觉得你 随缘 随缘就好了 你先坐着 坐着之后呢 你可以 你可以慢慢 人家叫你去得罪人 拿造口约 你不去得罪人 你就这么坐着位置就好了 如果他们觉得你做得不好 他们把你换掉就好了 哦 我明白 我没叫你模样工啊 我叫你说 如理如法的做 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不要做 工作可以努力 但是也可以显示出 自己一定的无能 就大致落鱼啊 对不对啊 因为你现在太能干了 让人家感觉你很能干 哎呦 这这这这这 我告诉你 记住了 显化也是你自己 等到人家用你的 判明也是你自己 获改 我告诉你 你记住一句话 看见领导面前不得了了 哎呦 能力大的不得了 都做了好一点了 人家真的用你了 没有吓得那个样 你不夜工耗聋啊 哎 明白了吧 我打算在领导就是 我知道我打算在领导 沟通一次就 就就就就 就跟他坦白说 我其实没有什么能力的 不想 你讲这种话有什么用啊 他以为你有能力的话 你讲了没用 他就觉得你在回避 明白了吧 你可以说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跟领导说 你说 我只能学着做 我可能会做错很多事情 做得不好 如果领导信任我 我可以先试试看 如果做得不好 请领导帮我换了 就这么多漂亮啊 哎 你们什么都要跟师父学 你们以为你们的师父 师会教你们佛法 教你们多少人生啊 嗯 你这样一讲的话 又谦虚 又好 对不对啊 哎 就好了吗 你就可以 如理如法的做错很多事情 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因为人间很多东西 我们真的不能做的 我们学佛人 你去骂人 得罪人 去揭发别人 背后搞人家 那鬼事啊 不是人能做的 听得懂吗 嗯 好了 你要叫我做 我也不会做 你给你权力都不能做 这种烂事 以后都要下面去 你下面到了地府里面 你到了下面受惩罚 的时候 你说说看 你花多少钱 你能买到啊 买不到的 照样在下面受苦啊 嗯 这还不懂啊 嗯 好了 懂的师父 师父明白了 嗯 好的 就是因为我以前的工作 就是参加法会 还是硬请的出价 硬请家都能请出来的 现在就是太忙了 我也打算硬请一下 师父 你觉得这样子 可以吗 有什么不可以了 他要么就要 他用你的话 你要请假 那他也会给你出来 如果他觉得你这个人 真的没用的话 你讲老实话 不请假他把你赶走 就这么简单 嗯 嗯 他觉得还要用你的话 他就不会放弃你 嗯 这样不懂啊 弟子太愚痴了 非常愚痴 非常愚痴 老愚痴 你们跟师父在一起很快乐的 我跟你们说都实话 一个没有诚心诚意 帮人家合作的人 一个心中对人家有芥蒂的人 他的行为 他的表情 他的眼睛 他的嘴巴所说的话 他写出来的东西 全部看得出来的 他以为人家是傻瓜 他才会 他才会骗人 他不停的 骗到最后我们自己滚蛋了 就这么简单了 嗯嗯 好了 明白了 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 另外还有个同学 想跟您说点 给您稍等啊 师父 您好 您好 给您请安了 您好 师父 给您请安了 请两次了 已经 不好意思啊 师父 跟你开玩笑 这样子的 如果一个公司要搬家的话 他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啊 你公司要搬家们 跟搬自己家里一样的呀 如果信佛的话们 把佛台先搬到新的地方呀 哦 呃 公司里头没有佛台 没有佛台 他们去怎么搬了 哦 你是问我全学方面的问题 对 很简单了 啊 那注意哪些 先 先把那个地方 啊 灯开 不要 不要节省店 通宵开 至少开一天一夜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第二 先搬几个写字才进去 好的 啊 好像要有点人气 先贴一点画 嗯 呃 贴点山水画 啊 啊 明白了吗 嗯 要水流动 啊 山座靠山 啊 嗯 就可以了 白天开窗户 晚上把窗户关起来 拍给人每天聚一次 聚聚人气 这叫 明白了吗 灯光亮 明白了 啊 叫前途无量 明白了吗 好的 好 谢谢师傅 什么都不懂了 你们 要选日子 你们选日子 要不要选日子啊 不要选日子啊 就礼拜六礼拜天 搬过去就可以了 礼拜六更好呀 礼拜六更好 啊 礼拜六也好 礼拜天也好 礼拜六礼拜天 为什么这么好了 六啊 六六大顺 天 全日 一个日子 就是一个全日 明白了吗 对 日全时 日本身就是个太阳 太阳就是光芒万丈 所以为什么人家 到星期六星期天 就特别开心啊 放假了呀 放松了呀 就这个道理啊 是 好 好 谢谢师傅 嗯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现实上的问题 不好意思哦 就是我有一个亲弟弟 就是刚结婚 然后呢 他就要 不 刚毕业 他就要结婚买房子 然后爸爸妈妈就 就逼着我 我拿钱出来 他逼着我拿五十万出来 但是我手头没有五十万 只有 只有二十万 嗯 爸爸妈妈就听天 骂我说我没用 因为我现在想好好练进 休息 还在把工作也吃了 嗯 那你现在问爸爸妈妈呀 你这 像你这种肯定是贱的啊 一般的爸爸妈妈 怎么会盯住你的啊 你叫弟弟要结婚 又不是我要结婚 你叫弟弟拿钱啊 对不对啊 因为他刚毕业 刚毕业为什么来不及结婚啊 爸爸妈妈自己你 你自己老人家 你有本事了啊 你有本事自己拿钱出来啊 你这老糊涂啊 你自己 自己都拿不出钱来 还逼着人家拿钱干嘛了 除非你钱是欠的 这还不懂啊 我讲对吧 欠他们的样 啊 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拿根绳子到他家去 你说你逼我拿钱啊 我现在买了根绳子 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你说我回家回去用 这根绳子的 他保证吓得来啊 吓了女儿 这种老人家脑子糊涂 只能吓吓他 怎么办啊 嗯 啊 我 师父 我是不是欠他们的 那当然了 欠他们 欠他们 否则他们怎么盯着你要钱啊 他们怎么不能 不盯着其他人来要钱啊 你不去 你怎么会在他家啊 五十万啊 在这方面我已经还了他 以前已经还了他们很多了 就是因为你还了太多了 他觉得你还有很多呀 哦 你还要二十几万 谁叫你告诉他二十几万的 你平时跟他说我还有两万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平时就说我还有两万 经常在他面前说我还伤了 哎呦 爸爸我最近赚了很多钱 有五万 那么好了 他说弟弟你把五万全拿出来 你就把他五万给他 没用的东西啊 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没用啊 学佛学得了一点智慧都没有 前面就好好念经了 现在没办法只能念经了 否则怎么时候再拿出来二十万啊 嗯 我知道了 我好好念经 好好还在 那现在就搞得我很烦 本来就是想好好念经 好好还在 一年点事情就烦了 而一天点事情就 马上就不好 念经都念不好了 你这种人还修得好的 你理都不要去理他 当初没发现发生过事情 你讲一讲他能杀害你什么了 爸爸妈妈能杀害你什么 拿不出怎么样都把你杀了 那人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死嘛 对不对 他也不会把你杀了 钱拿不出来没钱拿不出来 没钱怎么办 买个床要二十万了 你问他 你跟他说买个床要二十万了 租个房子好了 好了 你弟弟有房子不了 加利斯其实是有房子的 就是要在县城里头买房子 他还想买房子是吧 对 叫他租好了 结婚不就租房子吗 人的身体都是租来的 人跑到人间来 什么都没有的 你跟你弟弟讲啊 你说你到人间来 你有什么了 什么都是租来的 现在房子表面上是你的 也是租来的呀 以后你死了 马上名字就转名字了呀 就不是你的了 好好念念经啦 傻姑娘 所以钱多 你稍微多一点点钱 你就烦恼了 二十多万 你以后跟他讲清楚 你说我搞错了 那二十多万 那是印尼顿 那是太猪 你看 好了好了 你叫你这种人 所以就是说 所以超低能 超低能 我现在一直梦不到师父 师父我最近修得不好 因为你超低能了 你怎么能 怎么能梦到师父啊 不过我们东方台 有很多小朋友 你应该梦得到的 师父你妈妈我帮我 我实在修得不是很好 最近 你说你跟你爸妈妈说 你们要钱的 实在要钱的话 把我把我家里的家具 都卖掉吧 我不要了 我修心了 你们把我钱全部拿光 我就上山出家了 跟爸爸妈妈讲啊 他保证就不动了 听不懂啊 好我知道了 谢谢师父 没有办法的 因为有时候 人家糊涂 有什么办法的 你自己要好好的修 修这么不够 明白了吗 自私心太重 过去一门心思赚钱 明白了吗 对 因为你对 爸爸妈妈对你的印象 就你这个人 不逼你的话 钱是出不来的 要骂你啊 要讲你啊 你才可以拿一点出来 扣一点出来 这叫挤牙膏 事情都懂了吗 嗯 所以他们觉得 你现在里面 还有很多牙膏呢 所以天意把你挤光 哈哈哈 很开心 师父很开心 哈哈 你们这些人呐 真的 开不穿人间呢 真的 你们想想看 激空活泼 为什么激空穿里面 激空活泼老笑啊 笑人间呢 就笑你们这笑 笑天笑地 笑天下可笑之人呐 你就是可笑之人呐 听得懂了吧 我知道了 我错了 我太意思了 对啊 扣啊扣啊 扣到最后呢 全部把你被人家挤光 你说你把我全部拿光吗 为弟弟结婚 我也愿意 爸爸你把我 所有东西都拿光吗 我出我出家去了 好了 师傅还有一个 就是同修的问题 我再问一下 有个同修装修 家里是三层楼 他把床摆在 摆放的位置 就是脚正对着窗户 这个窗户是正对着 室内的楼梯 有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 在一楼啊 只要边上 不要有卫生间就可以了 不要有卫生间就可以了 啊 好吗 嗯 好的 还有梦到了自己和一位同修 被医务人员 测了一罐血 这位同修 啊 开始一下 撤了一块血的话 被医务人员 受了血的话 实际上 他是在阴间帮你在化验的 人间的所有的化验 跟阴间一模一样的 实际上你要当心你的血液了 明白吗 好的 好吧 我帮师傅说一下 好的 乖一点的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嗯 没脑子的 你这个 以后叫 你姓什么 啊 你姓什么 我姓冷 啊 冷啊 哦 寒冷的冷 哦 姓冷的很少嘛 啊 姓冷的 哦 姓冷的 啊 那就叫冷二十万 嗯 人一共只有二十万 人一冷 好了 最后什么问题 快讲啊 冷小姐 有个A同兄 梦见了东方台一位师兄 在梦中对A同兄说 师父告诉我 你因为一件什么事情 呃 你再会一下扫六公 六公斤体重 请问师父 这是不是师父给A同兄消夜 消夜葬了 不是不是 如果说他有一个事情 非常做的不努力不努法 消六公斤的话 也就是要折瘦了 不是好事啊 反掉了 嗯 反掉了是吧 嗯 哦 明白了吗 我知道了 然后跟A同兄说一下 赶快跟他讲啊 叫他不要做不努力不努法的事情了 这个A同兄是不是 现在在带领了一个放声 是不是啊 哦 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 啊 去问问看 他如果带领了放声 他一定练财了 叫他当心啊 可能减六岁啊 嗯 哦 减六岁啊 好 我跟他说一声 好了好了 严重的 好的 再见再见 啊 再见再见 再见 嗯 欢迎 好 大家想一想 空气也看不见 空气也看不见 思维也看不见 但是都是存在的嘛 大家听得懂了吧 小姑娘我告诉你 你跟爸爸妈妈的缘分 要好好的保持 明白了吗 因为你爸爸妈妈的缘分 有一个缘分 哎哎哎哎 你让他要听自己讲话 我还以为有一个人在跟我一样在做人呢 你才是不合法的 你爸爸妈妈 还以为有一个人在做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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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姑娘 你记住 你真的来个人挺好 到哪里工作 喂 我希望 我们男生 要不过自己的心 我会去 你爸妈 还有 你自己要自己 你现在 我这样 没办法 他们都在帮人家度人 他们真的很好 好了 下一个 好 喂 师父你好 你好 同修春上修复了一座古庙 修古庙的负责人 想征求同修的意见 同修就提议把中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供到大殿里面去 然后把原来的供奉的神明 按到附近去 而这座古庙平时是没人打理的 只有初一十五等 才有一些人去上乡 同修很困惑 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样做可以吗 首先这座古庙是在农村的吧 对 农村没人管的 这个庙 那么很多人呢 说有个观世音菩萨像放进去 能够使他香火旺起来 在农村的人 他们也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呀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如果请个观世音菩萨像放进去的话 会有人来做功德 就是帮他经他来烧烧香啦 念念经啦 那么这弘扬佛法也不是不是一个坏事 好了 就这样咯 总比废弃的古庙好啊 但是呢 一般的古庙 一定要供观世菩萨 同修他是说 供东方台的观世菩萨像 对呀 你不可能一座古庙里面就供一尊的 你观世菩萨为什么不供啊 土地供供也可以供啊 不要放在一个佛材上就可以了吗 哦 好啊 嗯 好 那个 同修有一个问题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就是去度人的时候 遇到一些人呢 我们就很愿意去跟他讲 然后想找准机会来度他 然而有些人呢 我们就是不愿意去跟他讲话 请问师父 这是我们的心 障碍了我们自己呢 还是对方的业障阻碍 除了他 让他受不到佛法的恩赐呢 这样会不会让我们产生分别心 请师父开示 很简单 这个事情很简单 实际上 你如果 很不想度他 至少第一 从气场上你跟他不合了 第二 如果你要发较慈悲心 你可以试一试 那么问题就是 你第二步没有试一试 气场肯定不好 那是肯定的 你不想度他 看都不想看他 那就说明这个人气场一定不好 你跟他讲了 说不定他也不学了 但是问题 你作为菩萨的慈悲 你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呢 对 对 对什么 什么好对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平时给心中看图的人都是从上面往下看的 同修做了个梦 梦见自己 梦见师父把他看图的人是从下往上看的 请问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很简单 他已经 现在的灵魂 现在修行的境界已经在下面了 上面找不到 只能往下找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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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糟糕啊 呵呵 啊 你我问你啊 上面找不到的话 是不是往下找了 嗯 这间房间找不到 是不是从另外房间找了 那人一样的呀 先从你睡房里找啊 睡房里找不到的话 客厅里找不到的话 只能到卫生间去找了 呵呵 呵呵 他同修这几天 狂念那个礼佛 然后前几天还 梦见鬼压生了 鬼压生还有那些 邪恋的行为 然后同修就判断是 梦狂没过 然后 请问他这样子 那个礼佛是念 多少遍 比较合适呢 四十九 哦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前几 前一段时间的一期图层节目中 师父看出一位女同修 大概在她四十三岁左右的时候 可能会瞎掉一只眼睛 并告诫这位女同修 不要去游泳 同修说 自己很早游泳的 师父又补充了一句 说到时候有一天 你就会去的 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 就是当发现自己或者别人 被一种无形的历练迁移着 要去做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其实就是预示着一个人自身的结束到来呢 哦 有道理了 你讲对一半 就是说你这个人从来不做这个事情 当你要去做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走命了 听得懂吗 我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从来不买股票的 对不对啊 他赚钱赚了很多 但是他一时不布施 人也不好 他知道 人家算命的人跟他说要破财的 要有财 就是结财运 他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不知道 什么时候 当别人周围的同事都买了股票 都劝他 那个时候 他一下子他说 我把我的心血钱全部投进去 我想这次跟你们一起 多赚一笔 我想另外投资一个什么项目 因为我现在这点钱不够 这个时候他一直投下去的时候 千斩难逢的 这个股票大跌开始了 他整个钱全部被吃光了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一个人过去没做过的事情 突然要做 那一定有问题 过去从来没有的 突然之间心动了 你一定会有问题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 师父 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这个月15号图成节目 第12分钟左右的地方 让师父看了两个过去的完人 第一个练了500多张小丸子从阿修罗道 跑到了世界天 之后您说他经常跑到阿修罗道来 您还质疑了一下 问我家里面 是不是还有谁投在到了那个阿修罗道 当时我也纳闷 不知道的是谁 直到让师父看了第二个前几天过世的完人的时候 您说他在阿修罗道很高的地方 这时候答案才水落石出 这两个完人是亲戚来的 我问的第一个完人是同修的先生 第二个是同修的弟弟 也就是说世界天的姐夫 跑到阿修罗道来看 刚投在到这个阿修罗道的小舅子 不好意思 之后我当时没想起来 所以我就跟你说了 是看得到的呀 是可以来看的 我知道的 因为他可以来看他自己的亲戚的 明白吧 好 谢谢师父 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 感恩师父 好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师父你好 师父 你好 你好 师父 你很小时吗 好 师父啊 好 这样请出处解梦啊 对 有个同修哦 他梦见他的家工啊 他家工是王胜了 他就跟他家工问好 问他好吗 他家工就说很好 然后他讲 他叫他那个同修 烧寄国土给他 同修就问他 你要洗国土做 可能我不是已经烧皇土 小房子给你了吗 他讲他有收到 不是啊 每次收到了 啊 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给他 他就很麻烦 又很长 啊 然后想请师父 这个是什么意思 师父 这个意思很简单 这个意思很简单 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好吧 小房子 念的好的 下去直接到人家手上 念的不好的 要遵过一个部门的下面 明白了吗 这样子哈 这样子哈 这个小房子是 知道不好吗 对了 他一定叫人家念了很多 哦 这样子哈 这样要念过去他啊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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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感恩师父啊 还有哦 还有个同修 他梦见 他在烧 三张小房子 然后有两张的红点 还没点完 有一张小房子的心 经好往生 就几乎没有点上 但是三张小房子 已经烧完了 同修就很惊急 同修心里一直讲着 我要问台长 我要问台长 怎样补救 那过后 他同修就自己 一直在补念小房子 遗漏的经文 然后就 同修就好像 去到法会现场 看到他自己的妈妈 和他的女儿 他妈妈就跟 这个同修去聊天 但是 同修就跟他母亲 说叫他 不要吵他 他要念经 过后 他的母亲和女儿 就去了一间 遇到了他的弟弟 大家都在等电梯 在门外 他就看不到 他的妈妈和他的女儿 他就在电梯门口 去喊他的女儿 就看到 他的妈妈已经上 上到五楼了 然后 他的弟弟就按 电梯上到九楼 他的弟弟过后 告诉他说 我们住的房间 是在五楼 他已经楼梯 上到九楼 然后他就按 电梯又再下到五楼 就看到他妈妈 和女儿已经在五楼 请他了 然后他从去 不想浪费时间的 一直在赶念 那个遗漏的经文 请问师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唧唧哇哇说了半天 我听都听不懂 大概意思 我知道 就是 什么上到五楼 上到几楼的 往上走的都是好的 往下走的都是不好的 听得懂了吗 他之前是按到九楼上去 然后又 因为他的弟弟告诉他 他是住在五楼 所以他又下五楼 那被他帮他弟弟备业了 他还不懂啊 像他的金 那个小房子的金 金文 他等于他招了三张 然后他的金文没有 没有用的 三张没有用的 三张没有用 哦没有用 然后他就一直想说 我要问台长 我要问台长 怎么补救 怎么补救 继续好好修 我帮他弟弟备业了 好 好了 谢谢 谢谢 感谢师傅 还有哦 同修 孟建和师傅一起乘坐一辆车 然后师傅就坐在前方乘客的位 而这个同修就坐在后方乘客的位 然后就到了一个地方 师傅和同修就站在一张高座子的两旁 师傅的手上就拿着一台手机了 同修就一同 光看有一位教授在讲座的视频 啊 啊 请 师傅 解冻 这个就是 很简单了 师傅带着他在好好学 这个视频里的教授 啊 你叫他看看是谁 想想看像谁 不就师傅吗 我叫他看我的视频 好了 啊 好了 很舒服啊 还有哦 还有一个那个同修的孩子 他梦到他自己的五个朋友带着他去买棺材 然后他自己 他自己讲他要死了 他这个儿子是没有修的 他今年十九岁 嗯 是结吗 对啊 他要看看他几岁了 他可能会有结的 他十九岁 可是他是没有修的咯 我知道 他看见谁要死了 帮谁买棺材了 啊 他帮谁买棺材 他梦到他的五个朋友带他去买棺材 那好了 然后他自己说 他要死了 他自己要死了 就你这个同修呀 好了 问问看有没有结 好 你这个同修 不是 人家带他去买棺材 他自己说要死了 不就是这个同修吗 跟他孩子有什么关系啦 哦 听得懂了吗 OK 好好好 师父 可能师父 听得懂了吗 还有 还有一个梦啊 师父不好意思 有一次同修哦 他梦到他的 右手边哦 有一个 是他的朋友的老婆 坐在他的右手边 然后左手边有一个是不认识的 他的地上放着一个豆腐 他把他放棉材 他就拿起来吃 他请问师父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如果很脏的东西拿起来吃的话 那就是有业障 如果是很干净的 新鲜的 就是好的 好了 可是那个人他是不认识的咧 不认识的不管的 有人给他吃脏的还是新鲜的 还是好的辣 是纳克不认识的 他自己放棉了 他自己吃 哦 那个人自己吃是吧 那是不好 这个人有业障 那个不认识的 他自己吃 哦 那就是他看了别人吃是不是 哦 他看了别人吃 就是说他现在身边有个人 有业障 可是纳克是不认识的 是是是 知道了 知道了 你不认识的人多呢 你的祖宗 你的祖宗 你认识不了 你的祖宗死掉的 过世的亡人 你都认识的 啊 听得懂了不了 哦 好好好 哦 知道知道 好好念经啊 不开智慧啊 啊 听得懂吗 好好念经 要开智慧 很巧 但是复告一识 哦 好了好了 下次再说吧 下次再说吧 啊 感恩师傅啊 感恩师傅 师傅保证啊 有个关系 喂你好 就是邓子兄啊 什么的 他有个关系 是的 他在什么业势 喂 喂你好 他都跑不掉了 他很牛的 他不卖到 他要是再牛下去 我跑到过去的事情 他讲给你老婆 你就挪不起来了 喂喂喂喂喂 好了 好了 喂 你不要只知道 孤其本事 鸿鸣鸟 大家都愿意 因为缘分 你们走在于庆 今天你过得非常这样 实际上你就是欠岛 你要记住 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欠岛 你怎么会嫁给他 你自己不要说什么话 你就自认 好好的念经修行 让它改变之后 你就不会辛苦了 你念经念了之后 它升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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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要开场了 啊 开场您好 我们是新加坡公圈主的 我们现在就在外 就在外面 红发 啊 您是故意的 师傅 第一次门给您 请安 谢谢 谢谢 你们 你们 昨天开心了 昨天开心了 等一下 太大一点 太大一点 OK OK 昨天开心嘛 昨天 师傅 我第一次门给您 请安 谢谢 然后你拿下来 不要听大声 一点 来 哪里 这里 好 师傅 啊 啊 啊 听不见呢 啊 你想啊 我听得见呢 啊 我听见 师傅啊 就今天前天后 我说那个 我不是眼皮跳吗 然后 我跟你打完电话 到今天已经 两天了一下 都没有再跳了 啊 你跟你说 你打过电话之后 一般都能加持的 嗯 哦 谢谢 师傅 我太感恩 师傅 太崇拜你了 师傅 哎 多崇拜 啊 有一个 我有一个梦 就是梦 我们一个师兄 他和我要坐不一样的巴士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等巴士 然后我就说 那我就送你去你的巴士站吧 啊 我问你搭什么巴士啊 他说他坐五十一号巴士 啊 然后我说 那我就陪你等嘛 哦 一边等 我就一边看我自己的巴士 嗯 我就很着急 说怕我错过我自己的巴士 然后正好又来了 另外一个师兄 要和他 也是做同一个东西 我说那你就照顾他吧 我说我帮你们去买水啊 你们要喝什么水 然后那位师兄 呃 就是那个 呃 之前那个师兄 他就说他要喝五十一号水 哎 我想说怎么成的是五十一啊 这个是 有什么含义吗 五十一啊 没什么含义 嗯 五十一 不是说要他念什么小房子 五十一张小房子吗 嗯 这种可能性也有 因为这个梦不是太详细 如果梦中出现 啊 有亡人的话 或者有一些啊 很烦恼的事情 然后这个数字明显出来 那可能就是小房子的数量 嗯 嗯 好 那就没什么意思啊 没有 那就不要吓他了 我们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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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嗯 嗯 就是还梦见 呃 就是梦见师父 生间一个女生 但是我不认识她 她 她好像有感情问题 很苦恼 我还劝她 就是让她想开一点 说 啊 以后要好好修 以后要去观音村吧 师父都要 啊 万化菩萨 我们要去观音村的人都会用过菩萨 我还开导她 啊 啊 这个女生多大年纪了 这个女生多大年纪了 蛮年轻的 可能是我要小一点 她很年轻 我不认识她 我还小 所以有什么书身边的人 也会有感情问题 戴眼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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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戴 好像没戴 啊 啊 然后 我就 我就 我还 我还跟她 就是我 我自己小 所以我自己也是 好像这方面也不是很 做得很好 为什么我还劝人家 她就跟我 我就问她 我就问她 我说观音村在哪里啊 她还一直给我看 我就看到好大一片地方都是观音村 然后她说很高 我一看哈 就有九层楼那么高 就是观音村有九层楼那么高 嗯 是这样吗 是啊 以后就是的 哈哈 真的是九层楼啊 啊 以后啊 哈哈 为什么我会梦到这样的梦啊 说明你以后跟东方台的佛友 关系会很好 我经常梦见 以前我 我都不认识他们的时候 我还梦见一位师兄 后来 看到他就是跟我梦见 那个样子一样的 就是戴着马尾巴 他们就 那个就是 那些还知道那个名字 我还梦到小鱼师兄 还给我 小鱼师兄还知道我的名字 还叫我 还给我东西 哦 啊 小鱼师兄 小鱼师兄给你什么东西啊 给你吃的东西吧 哦 对 他给我一根玉米 他说这个玉米是给我来的 一个很好 很新鲜的玉米 他叫我的名字 给我的 我在梦见 我上手 就说 哎呀 他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好开心哦 哈哈哈哈 哎呀 他也有法力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哦 就是你前 你就是在天台里 然后你 你前人家 就是都是鼓励人家 你即使人家修得不好 你都会鼓励人家 让人家努力念经 可是为什么你最近几次 你都会 就是跟人家讲的时候 你都会说 他再怎么努力 那最多也只能修到天道 嗯 为什么会把话说到底啊 你记住了 现在末法时期 很多人已经定型了 很多的苦难已经定型了 所以 再不好好修的话 除非你发大愿 很难改变你的命了 所以很多人的命已经定型了 说他什么时候死的 很多年轻人都死掉了 你都还看不出来啊 所以 现在是末法时期 他时间非常的 非常的紧张 所以我们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了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就是说 那些没有努力 没有精心的同修 他们可能就是不怎么那样了 对了 因为 这天师父 你们也看到了 现在 有同修 在做梦 也看见 师父跟他讲 最后跟着师父上去的 也就四百多人 嗯 很可惜啊 全世界这么多啊 四百多人 那太少了 那目前的数字 他会变的嘛 上次是三百人 现在到四百人 又多了一百人了嘛 明白了吗 要征修啊 假修没有了 好吗 那你会感应到我也没有征修吗 你征修啊 你现在征修 但是我不知道你以后啊 明白了吗 难的是一辈子啊 难的是一辈子啊 现在征修 但是现在得呀 但是你以后不修了怎么办呢 你以后就没了呀 听到懂了啊 没有 所以要一定要 跟你们弟子讲话 师父说 一定要私自的跟着师父的 没办法的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小孩子的时候 我们私自跟着老师的 没有老师 我们自己怎么学啊 我们毕得了业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好了 我已经会跟师父 他都说的 就是你 就是你经常说 魔好 就是魔了 那个魔是不是也是灵性 让你把房子抄住它 还是 并不是灵性 魔是心魔 是一种意识 一种意识 如果想偏了 就也称为魔 并不是魔 魔因为这个魔的叫法有两种 一种是心魔 意识魔 比方说笑了太多了 叫笑魔 什么魔都有 但是呢还有一种呢 是灵性魔 灵性魔很少 主要是你的意识魔特别多 所以想不通啦 难过啦 这种东西呢 都是意识的魔 但是如果你想不通了 想自杀了 那么就是真的魔来了 就是灵性上这个魔生了 听得懂了吗 哦 是的 就是不管是意识了 还是真的灵性 就是通过经文 就是可以把它消除掉 对 明白了吗 还有一个同学 同学的梦 他梦见他爸爸的坟 从室外 称到了室内 是什么意思 爸爸的坟 从室外 称到室内 那么 要看呢 他的坟 最近有没有人动过 去查一下 如果有动过的话 那就可能 现在 找到坟的一个 不没有太阳的地方 不晒不到阳光 就叫室内了 坟上来讲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 一起看看这个坟呢 有没有动过 第二 多给他念那小房子 超度掉就好了 坟也不重要了 明白吗 他念的很小 他对他爸爸 明白了 好 好了 其实还说梦 冲学鱼箱 就是我们 这一个鱼箱 也在放鱼 他就是用那个 长长的胶部 从很高的地方 找出来 这个镜头呢 是一个鱼箱 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不要放了吧 镜头是鱼箱 我去帮你找一条河吧 然后 这个梦会不会有什么 预讯用 我们也是找 找这个鱼箱 放鱼 会不会有问题啊 有啊 这个鱼箱 一定开始动小脑筋了 因为我们每次 是在他鱼房旁边 有一条河 一条小河 千万当心 千万当心 稍微远一点 稍微远一点 就叫他把鱼 运到远一点的地方 好吗 好的 明白 师傅 就是那个 就是在新加坡法会 之后 今天四月 我就这么弄见了 从我的鱼箱脚的脚鱼 抽出来 一条很长很长的 他当时 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与我的那个小小 跟那个 那个小里面的气力 就是一身 然后 放了两三迷你 在外面 我都拔不出来 后来 我就找了一个绳子 把他的尾巴拿住 一下子全部抽出来 我之前 我的脚是很重的 脚底 我以为是走路啊 还是什么 后来 他说 肯定是我 命心之后 去掉了一个 很大的麻烦 我可能是不是 如果我命心的话 就是以后 我是个小的轻 大问题 以后 作为你现在 是不是已经好了 就是 没有那个麻烦 好了 大麻烦 可以了 反正 大麻烦 拿掉了就好了 蛇在身上 都是麻烦 好了 那就现在已经消除了 是吧 给人家讲讲了 大姑娘 好了 谢谢 谢谢师傅 赶紧吃 祝您辛苦了 好了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喂 喂 喂师傅 啊 你好 弟子给您请 啊 谢谢 您关心 福萨 感恩 龙天后法 给我就是计划 机会打通师傅电话 嗯 啊 师傅您稍等啊 我先让同修 问一个问题 然后我再问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辛苦了 那个就是 8月18号 打通了一个电话 图层电话的时候 问了一个小朋友 就是 15年 他是说羊的嘛 然后师傅说 他看到他身上有 四个大的灵性 就是找他 然后要他 108张 四个108张 小房子 600条鱼 他是那个血液病嘛 然后最后他这些 都做完了 然后图层电话 打不通 他就想 妈妈想问师傅 就现在这个孩子 我们该怎么办 你首先要看他 首先要看他 有没有好转啊 嗯 他都不敢去念血 因为是医生说 他那个血液病 是没有办法治好的 就是他 吃什么东西 都会过敏的那种 嗯 才三个月 这个孩子 三个月是吧 对 那如果自己感觉怎么样了 念血还是需要的 嗯 再过一段时间吧 再过一个月去念血吧 好吧 再过一个月去念血啊 嗯 要验的 不验不行的 嗯 嗯 他就是缺乏一个什么东西 你学里面 嗯 记住了 继续 继续把关心不上的 净瓶水 他要 他要喝那个 关心不上的那个 大杯水 对 什么喝 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不懂的 这个大杯水啊 它是万容量在里面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身上缺什么钙啊 缺什么 啊 铁啊 缺什么磷啊 啊 嗯 啊 这个 这个 各种各样的东西 矿物质也好 啊 你如果缺什么 你只要求关心不上 它这个水 里面会产生另外一种 啊 这个 这个素 素质出来的 嗯 所以很多人 嗯 过去就这位 很多人为什么 这个病 也能医 吃喝大杯水 那个病也能医啊 所以称它为万能水嘛 就这个道理的嘛 哦 这是 实际上 实际上是 菩萨保佑 给你在这个水中 他已经加持过了 这孩子 比方说 缺某一种 营养素 他吃下去之后 这营养素就变 变好了 给他 啊 加持了等于 明白了吗 哦 明白 那小房子呢 教章要吃啊 小房子继续念 不要停 嗯 哦 不要停 嗯 他前面是 练了四百八 现在还要继续念 就是许愿 怎么许愿呢 两百六 还有两百六 这些年 还有两百六 那个放生呢 放生继续放啊 两百条 两百条都可以放 嗯 他就初一时务 再给孩子放生 嗯 这孩子现在能够 平平安安 已经算好了 否则的话 要走人的 对对对 当时师傅 就是这么做的 他现在就还好 平安安的 我告诉你 平安就是福了 哎 没办法 有些事情啊 人家说病好如抽丝啊 对不对啊 病拜 生病的时候 病拜如山倒啊 就这个道理啊 所以一个人 有时候 能够知足了 一点点好起来 已经是菩萨在保佑了 嗯 对 师傅说他很小 就有四个节 也不知道他到底过了没有 也只有到时候 好吗 嗯 他爸爸这个孩子 妈妈也很苦的 没办法 这个妈妈一定上辈子作孽 或者这辈子作孽 讲都不要讲 对 对 师傅说过 这三分音就是不好的 明白了吗 嗯 好的 好的 我告诉大家 感恩师傅 好好好 师傅您好 嗯 啊 师傅请您帮我解一个梦 嗯 我梦到我与同修 面前出现了一幢红色的 崭新的砖码的楼房 然后这个楼房呢 只有一栋 一栋里面只有三户 然后在梦中开始的时候 这个楼房只有三层 但是随着我的梦境呢 就是不断的发展 它那个楼房是不断的往上升高的 而且速度很快 一会变成五层 一会变成十层 然后我的意念突然又一转 我就梦到我跟同修 都跑到了楼顶上 楼顶上有一个旗杆 旗杆的是 旗杆也是很崭新的 但是非常的矮 在我的手边上 呃 整个梦的环境是非常灵类的 天气特别的好 然后楼顶也是干净整洁的 然后我的意念又一转 呃 我到了楼底下 看到一位目光庄重 呃 神情肃穆 衣着整齐的男的 站在我梦中的这个楼房的 红砖马墙的前面 他的左手拿了一个托盘 托盘上有两个金光闪闪的纸卷 意念中这两个纸卷 是我跟我 我跟我梦中那个同修的任务 然后我就醒了 然后请师傅开始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看到一些法物 天上的法器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要当心 你就是说在度人当中 有时候你会有一些无形的帮助对你 好了 哦 哦 那这个托盘上的两个金色的纸卷 上面是 在我一年中是我跟梦中同修的任务 是什么意思 不大明白 哦 那就是天上下招数啊 那是逃离天的东西 就是叫你可能尽快的更好的度人啊 哦 你们可能会有些时间问题 你们这样的话 可能天上对你们的度人时间是有意见的 哦 是我们抓紧度人 对了 三天打狱两天散网不行的 因为你们 好的好的 自己还有命的问题了 哦 好的好的 师傅师傅 我一定抓紧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 关于一个车载的摆件 这个摆件就是 是我们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在上 然后脚踩莲花台 请问这个可以放在车上吗 就是因为有同修跟我们说 不能够竖着摆观世音菩萨的像 在车上 其实呢 在车上的气场不好 第一 你这个轮子是接地气 第二 几个人坐在车上 这个空间很小 人有时候很脏啊 有一些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的 所以你车上随便放一些什么东西 马上整个车都臭了 如果你放一个 那个人家说收掉的饭 或者一个过去你们吃荤的话 放一个荤的肉在车上 马上整个车都臭的 所以 就从尊重的角度上来讲 不宜放太大的挂件啊 什么东西 最好把葡萄像放在哪里呢 葡萄像呢 就竖着放在那个太阳照的那个地方 平时呢 关起来 关起来的时候呢 观世音菩萨在里边 遮住的嘛 对不对啊 你想 你想拍拖的时候 你把这个照拿下来 照 像遮羊一样 你就看见观世音菩萨 竖在那里了 对不对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最好不要摆在 就是别人看得到 对对对 因为太脏了 因为你车子什么都脏了 真的太脏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师傅您稍等了 还有一个同学问问题 呃 师傅您好 我不想问问您问题了 我就想 给您说句感恩吧 因为我 前天晚上梦到我过世的奶奶 就是 她呢 第二次梦见她 她在梦里呢 就跟我 呃 就是非常 可亲可爱 然后跟我讲 她好像 类似到了一个 比较空旷 好像 类似于仙境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感觉 呃 她好像还没有偷人 就是也没有 上天 但是她跟我讲 她想要小房子 我问她 我说 你想不想要小房子 她说小房子 当然好 她说小房子非常好 我说那您想要多少张 她告诉我 那148张 哦 我说好好好 我说没问题 我说我会 嗯 抓紧给您 然后因为 就是我父母嘛 他们都 之前有给奶奶 生小房子 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我就觉得 我在生梦见奶奶的时候呢 奶奶就跟我讲 心理法媒 真的还 很好 谢谢师傅 是啊 你好好的 好好的珍惜吧 好了 大姑娘 哎 好 谢谢师傅 再见再见 好 再见 哎 师傅拜拜 喂 你好 喂 哈喽 哈喽 雷好啊 雷好 雷好啊 雷好啊 哈喽 师傅你好 你好 讲吧 啊 师傅 请师傅帮我写一个梦 我是梦到 今天早上我梦到 我跟我妹妹在一个大陆 走着走着就看到很多军人 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隔壁旁边有另外一条路 就好像另外一个小国这样子 就轰炸我们这里 然后那个军人就叫我们 赶快的趴在那个地上 然后我们就趴着 趴在那个地上的时候 我们有听到那个轰炸的声音 然后 当我们抬起头的时候 有一群的那个军人已经跑掉了 剩下两个 剩下两位跟我们在一起 其中有一位呢 就跟我们说 我们要跨过另外一个山 才可以逃 逃离这个 我们要逃离这个地方 就要过去另外一个山 然后那个山 我们又不能够爬过去 因为有另外一边在轰炸 我们这里 所以我们就挖了 就叫我 我就挖了那个 那个山洞 那个山洞很小 我们根本经不到 我就一直在挖一只挖一只挖 就越挖越大洞 然后我的妹妹跟另外两个军人 就跟着我后面这样子 一直我就在挖那个洞去走走走 就进去那个山洞里面 越挖越深 然后就看到一个曙光 一个洞 我们就出去了 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然后我就梦醒了 请师父帮我解梦 你是哪里的 新加坡啊 我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你记住了啊 多虐消灾祭祥神咒 多虐消灾祭祥神咒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你要记住 你自己最近可能会经过一条 比较艰难坎坷的路 好 所以你要坚持 明白了吗 好 明白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然后还有师父 我还有一个梦 请师父帮我解 就是上个星期 我梦到 我进了一个商场 那个商场呢 就好像有很多经店 那个经店是闪亮亮的 然后我进了那个电梯里面 里面有两个年轻人 然后有另外一个是站在我后面 我就按了那个电梯就上楼 然后上楼的时候呢 到了我不知道第几层 就要出去的时候 站在我后面那个男士就跟我说 这个商场是有变眼的 我说好我知道 我就走出去 当我走出去的时候呢 我就追着另外 追着另外两个男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追他 我就跑啊跑啊跑 在整个商场 这样子跑 然后那两个男的就走丢了 我就慢下来 就看到地上有两张纸 我就拿那两张纸打开来看 就是黄色的 我就说 这两张纸就是我开的支票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上 然后突然间就有另外一个男的 就站在我旁边 就跟我一起看那两张支票 他就说 这张支票不是你签名的 我说这张不是我的 是我老板开的 我就不理他 另外一张呢 他就说 这张就对了 是你签名的 当我看那张黄色的支票的时候呢 里面是写的720元 然后我就把它交给了这个男的 这个男的拿着的时候 就刚好在那个商场 有做一个报告 我也忘记 那个报告是什么 这个男的就走去另外一个柜台 就好像去换东西 这样子 他就走出来 换了之后 不要再讲了 不要再讲了 这个默默很简单 这个男的盯着你 就是个鬼啊 要小房子 但是他走出来的时候 他是跟我说 就是这个我已经 就是我本来是等很久 我现在拿到了 然后他就窝着我的肩膀 就跟我说谢谢 然后就亲了 我两下 他就走了 走了 还是要 否则到你梦里来干嘛 走了还是要 再要给他念 再给他念七张小房子 念过七张 就是梦中的药金者 七张对不对 不要写梦中的药金者 就写你名字的药金 怎么好了 梦中的药金者 我名字的药金者 好好好 还梦中的妈妈呢 还不老的爸爸呢 听得懂吗 谢谢师父 听得懂 感恩师父 好 师父还有就是梦见 衣服有两排钮扣 上有佛像 是什么 衣服有两排钮扣 上面 然后那个钮扣 钮扣上面有佛像 对 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心中有佛 心中有佛 但是佛都在你的外面 不在你的心里面 佛都在外面 不是在心里面 那钮扣嘛 不是在外面的吗 纮扣 钮扣是在外面 衣服是穿着 那个钮扣有佛像 对啊 说明你的表面功夫做得很好 修行都修到外表去了 表面功夫很好 修行修到外表去了 听得懂吗 那要 哦 好 明白了 师傅 那应该要怎么加强 好 加强 从心中去求 从心中去感恩 明白了吗 哦 好好好 谢谢师傅开始 那还有师傅 我们最近有几班 那个佛学班 请师傅多多加持 帮我开始一下 好不好 好了 佛学班们 把师傅的白话佛法 拿出来好好多看看 里面都有了 好 听话了 今天没时间了 下次开始吧 好吧 好好谢谢 感恩师傅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也感恩 他们一直开佛学班 一直在开 在度人 这是很感恩的事情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今天节目就做到这里 今天打不动电话 听众了 只能星期二晚上五点钟再打了 好 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